12月29日 李克勤在香港某录音间 举办了自己的新专辑记者会 李克勤当日特地穿上红色外套 为自己的新专辑讨个好彩头 唱片公司也送上红包和礼物 预祝李克勤新专辑大卖 一直坚持自己好音质的李克勤 为这次新专辑准备了一系列 接近黑胶唱片录音的系统来录制新歌 期待能引起黑胶唱片发烧友的一些共鸣 我刚录乐坛的时候 其实第一张的专辑 就是有那个analog的去录的 那个时候因为 大家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一直到90年代的时候 我们都换成为那个digital去录音 因为digital是比较方便的 比较可以怎么样去 edit都可以 一个一个字去录都可以 然后analog就不行 但是analog录出来的声音会比较肥了 比较圆 比较好听了 比较简单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故意去找一些 很难去找到一些机器 去再次用analog的方法去录 所以希望真的能够满足一些 high five的发烧友 问到因为公司同TVB之间的纠纷 而不能上TVB的节目 为唱片做宣传时 李克勤吐槽说一定会不甘心 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真的 我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蛮无奈的 因为 其实我是这一间公司里面的一个团队 里面的一个成员 所以公司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我身为其中一个朋友应该要